查詢的部分其實非常多 舉凡前面還有講到像銷貨單 銷貨單我們也是一樣 最後填完資料之後 會填到這邊來 那實際上填到這邊來之後的話 一樣可以把資料 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因為這個銷貨單也許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在存資料 也許你的窗口很多個 那如果每個人各自都有各自的 最後要做資料整合的時候 就會發生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一樣想到資料庫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 把 銷貨名系這個範例 再改寫 今天講的這個部分 如果我今天要 把 比如說你今天客戶的訂單 全部都寫到資料庫 並且清空的話 比如說你今天下班了 那你呢 希望全部的資料 通通清空寫到資料庫 就可以利用剛剛所做的方式 步驟的話 不外乎就是 怎樣 忘記的話 其實回家可以再倒載一下 前面都有講 第一個 我把重點講 第一個 快速的把 Excel的這個 工作表 賄賂到SS 變成一個SS資料庫 先建一個資料庫 再建一個資料表 對應嘛 你這個時候才可以倒過去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我們那個ADO有沒有 跟那個seql 可以先試試看單筆 單筆一筆 最後一筆過去了 沒有問題 再怎麼樣 全部 批示過去 這樣子的話呢 再把這個消耗明細給刪掉 這樣的話 不是也是一模一樣嗎 但是要特別注意喔 Insert into的時候 你要寫資料過去 特別注意就是說 Insert into 藍位名稱 一定要 一個蘿蔔一個坑 而且 名稱 不能夠打錯字 打錯字的話 就會寫入失敗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Values 如果裡面 當然數字部分應該沒問題 數字前後不用單引號 可是 如果像什麼呢 像客戶名稱 這個將來 寫過去是 文字的話 記得就是前後要加單引號 如果你沒有Insert into單引號的話 寫入 就會 失敗 OK特別注意 那這邊的話 分別把資料寫過去 再刪除 那因為 SS這個部分 沒辦法練習 所以你們再回去 找個機會 也試試看 如果你這個部分 也可以成功的話 那表示你 這個資料庫寫入部分 就不會有問題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 再把所有資料 一樣可以再倒過來 這個部分是應該也OK的 那除了說 這個銷貨單之外 還有像地址合併 諸如此類 其實應該都可以用 派得上用場 還有像前面的寒書練習 裡面也有蠻多題 也可以 利用類似的方法完成 那最後的話 因為今天 我們是最後一次上課 那 好像同學之前有 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邊有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 就是同學常常會問到 之前有同學問到 如果這個範例請各位下載這個 叫做 如果我今天 常常遇到 兩個工作表 這兩個工作表 一個是今年的 一個是去年的 那 我的需求很簡單 我希望 這個先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範例很簡單 這個範例的話 這也是常常同學問到說 老師如果我有好多個工作表 那我要人工比對 真的是很辛苦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 我可不可以給我個符號 比如說我 這個 工作表跟這個工作表 裡面有哪些地方是不同的 你可不可以讓我 比如說加個底色也好 或什麼的 那最好是怎麼樣 可以把 沒有結束 那我 那我 不可以讓你 可以讓你